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公园的发展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起起跌跌 由开幕初期深受市民欢迎 到2000年初贫临结业 之后又靠内地旅客喜死陪生 独立独立,独立独立 动物拳益近年备受关注 令海洋公园不可以单靠引进 圈养动物增加吸引力 同一条登山电梯 坐同一辆纜车 乘载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海洋公园如何面对严峻挑战呢 这些公仔是我女儿的 但有一部分都是我儿子的 因为我儿子都很喜欢鱼的公仔 我儿子都很喜欢鱼的 尤其是这条 这条它是这样玩的 看着鱼的鱼的鱼 可以游一下游 所以游到尾巴 现在都很… 大家都可以看到尾巴 多… 尾巴 尾巴 大部分都是这十几年来 带子女去玩的时候 买的纪念品 你看 那时候没有香港人在隧道 那时候正在建 这个是吊车拍出去的 是的 这里你记得是什么地方 是门口的位置 我记得了 这么久 你害怕自己不记得 所以写了海洋公园前身巴黎动作 是的 那时候刚好 警察带我们去玩 在那里拍了几张照片 没多久就听到 改变成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1977年落成 前身是一个农庄 一放假就带他们去玩 要不就带他们去旅行 要不就去露营 要不就有海洋公园开了之后 每年都带他们去 我记得 这张机器很加经典 真的 在那个吊车里拍出去的 对 如果不是这些照片 老实说 忘记了 是的 你叫我们第一次打门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 海洋公园开了 忘记我们来的 但是海很漂亮 我很喜欢海 Kevin成长的七八十年代 香港只有黎苑和啟德游乐场 当时海洋公园 有海洋剧场和海洋馆 来这里玩 对于小朋友是一件大事 有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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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泡 是不是 Kevin现在已经成家立室 做了爸爸 都经常会和一家人来玩 好 好 预备 一二三 预备 一二三 好了 小时候 只要拍照 没有视频 所以现在有机会 希望可以拍更多视频 并且留纪念 留纪念 这样 我们当时在这里拍照 我看了我们的照片 原来这个位置和一样 这个不光是我们 不光是我们 我们的集体回忆 这个回忆还在 最好就是 这个公园还在 但是香港其实有很多地方 已经真的 只有回忆不在 不好意思 海洋公园1977年开幕以来 经历过几次扩建 初期只有海洋馆 和海洋剧场等设施 80年代 发展水上乐园和习古村 成为不少本地游客的集体回忆 不过回归后 受到金融风暴影响 加上公园设施欠缺新鲜感 出现严重亏损 1999年 海洋公园 获得中央政府同意 宋正安安和佳佳 两只大红猫 希望提升入场人数 佳佳 她是非常文静 和爱可襯 和她是一个武性非常强的 一个私性大红猫 现在有请各位主力嘉宾 准备进行直说仪式 去年10月 陪伴港人17年的38岁大红猫 戒戒离世 公园这日举行悼念仪式 用它的骨灰种了破银行树 在加拿大读动物学的胡以奇 10年前入职海洋公园 陆生动物部 就被派到熊猫馆 戒戒是她第一只照顾的熊猫 谢谢你 非常感谢她 很厉害她 我知道 很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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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在我心目中都很特别 因为一开始入职 已经第一只照顾 就是乐乐盈盈美利 佳佳是会认人的一只 例如我初初入职 跟她的感情未建立得很深厚的时候 可能她不会主动走过来 找我去做任何事 但是我都会见到一些 资深一点的训练员 佳佳是真的会主动走过去 要求她帮我拗痕 她会捉住背脊 这样叫你帮我拗痕 当我做到某一个莲姿的时候 她终于都真的走过来 主动接近我的时候 又是真的很开心 又是叮一声 她终于都认同我了 莉莉 莉莉 早晨,莉莉 今天很聪明 她有爬新樹嗎? 今早 今早她在那边爬 是的 所以都叫她入籠坐下车银 剪查她的指甲 我们今早也 胡耳其入职前 未见过熊猫 以为她们都是很安静 整天睡觉 但莲莉莉快来海洋公园后 才发现熊猫原来很活躍 要训练她们一点也不容易 我自己作为训练员 第一個可以教識到動物做一個新的行為 其實是樂樂的開口檢查牙齒的訓練 都想了一段時間怎樣去教牠去做這個開口 因為你很難說得明白給牠聽 所以要自己慢慢試很多不同方法 這樣才試到怎樣教牠開口 我需要用很多間接的方法 怎樣可以張開口 怎樣可以維持一個時間不動 由獸醫走過來檢查 其實有很多步驟 所以當所有步驟真的完成了 也可以成功做到那個檢查 滿足感非常大 讓我做一條毛巾給你玩一次 玩毛巾 你最喜歡的 是不是 其實我在這裡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都出過很多次了 其實那條毛巾 但是每次出我都會很想在這裡看 因為牠真的很有趣 每次玩都捉到興高采烈 很有趣 很難看 胡耳其對四隻大熊貓的作式習慣 和喜好尿如指掌 牠說熊貓一日加起來吃三十多公斤竹葉 還要是每星期新鮮由廣州運來 有四至五款 遷就不同成長年期的大熊貓口味 每隻大熊貓會有特別的口味 可能有些喜歡吃大葉的 又有些喜歡吃小葉的 或者有些喜歡吃竹狂的 多個竹葉的 還有譬如牠們吃的姿勢 都可能會不同的 牠們吃得很厲害的 一邊吃一邊丟到暖了 牠們吃竹葉 牠們有時候會拿起來 聞一聞哪塊葉是好吃的 很漂亮的才吃 如果聞一聞那棵竹不漂亮 牠們就會放開不要再挑 牠們是很挑食的動物 為了激發熊貓腦部發展 胡耳其和同事 會自製一些玩具給牠們玩 我們把食物藏在膠桶裡 牠們可能要想想 怎樣可以把牠們喜歡吃的蘋果 出來吃 我們也可以把膠桶 藏在長區的不同地方 可能放在樹上或木架底 牠們就要自己找出來 再想想怎樣拿到蘋果出來吃 這個洛洛和盈盈都喜歡 因為牠們兩隻都很喜歡吃蘋果 通常牠們聞到有蘋果味 都會周圍搜索 哪裏有蘋果 味道很可笑 小朋友, 快聊 等一下你們要想想 排排第一天你們想做的事 那一個什麼? 我忘了那個叫VMEN 在海上 是否最恐怖的海盜船 我全部都去 A��一家是海洋公園的常侠 上個月聖誕節假期 她帶三個子女去海洋公園玩 媽媽,旅遊園是否吃飯了 不是,其實已經開始了 制定路線 哥哥,再說一次你必去的三個地點 媽媽,你弄得好像打了一個男人 跟很多香港人 對海洋公園的印象一樣 A��很記得 小時候進公園玩的興奮心情 還有跟男朋友去水上樂園 玩衝浪的回憶 她說子女學業繁忙 加上近年內地自由行旅客迫爆樂園 令她減少來玩的意欲 10時半了 好,我們現在打算結婚… 已經發生了,坐海洋公園 坐海洋公園 先排球,好嗎 海洋公園…快 快 快 不要 不… 好,我們要坐海洋公園 入场人次逐年增加 2013年更加创下破纪录的 770万入场人次 Amon说现在带小朋友来玩 要制定策略避开旅行团 好像没有人玩了 五分钟而已 Amon说如果策略成功 子女趁没有人排队 还可以连续玩几次过山车 其实这个共通车的环节很受欢迎 以往我们来时都失望 试过排一个小时 真的很辛苦 和玩时又很短 很好,这次我没有计时 不知道要排队 总之就不用排一个小时 Amon说以前是海洋公园常客 子女未识行已经来玩 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年票会员 但现在子女只可以假日来 又玩得辛苦 她已经不再买年票 我自己是看着海洋公园的转变 其实我自己都怀念以前 就是早几年的海洋公园 因为真的进来的客量没那么多 玩得会舒适很多 是可以跟小朋友很多交流 也都心情没那么匆忙 或者要好计算的时间 是怎样好用很多 我会觉得那时候来海洋公园 是很享受的,很舒服的 但是来到这里 心情真的会有一种感张 好像会打仗 每分每秒计算到怎样一进 海洋公园今年踏入第四十年 却遇上至1987年独立运作以来的 最大亏损 去年度入场人次急跌140万至600万 录得2.4亿元亏损 亦都是2003年后首次蚀钱 公园承认内地旅客下跌是主要原因 内地游客到香港 离海洋公园也是受影响的 大幅下落影响了其他的旅游景点 影响到整个零售业 这个令到我们主要原因的亏损 旺建也起了很多新的设施 营运成本也大 当我不见了140万的人次 那时候我由740万跌到600万的时候 我们叫top line的收入是跌了的 我们的营运成本 虽然我们都会折留 很着重去折留 但也不能够折留 不见了的收入 行政总裁李承忠 期间经营的日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沙士很多 香港市民也好 其他都不想去一些公众的地方 我们那年代我们都打了门 都没什么人来 最低可能有六个人来 有时以来第一次 我们每逢星期一 要射关门 欢迎,谢谢你 好了,我们先请李先生 跟大家说明 今年我们圣诞当中的重点项目 李承忠说内地游客 令公园游规转型 公园2001年起 因应时节 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 吸引本地和海外游客 不过内地客多年来 始终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占入场人数超过五成 你可以这么说 过往国内游客的数量是多 即是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收入来源 亦令我们开拓其他市场的契机 并没有那么大 南港导线开通之后 我很兴奋 早已有那么多游人来我 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明天要开早一点 对 地铁南港导线上个月开通 新的水上乐园和酒店项目 预计这一两年内落成 改洋公园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和旅客 不过面对近年本港整体旅客数量下跌 轮近地区主题公园竞争 加上近年海豚圈养和表演备受争议 陪伴香港人40年的海洋公园 会怎么走下去呢 我们永远不会忽视本地的客人 就算在起起落落 我们每年都有200至250万的本地市民来 整体人口的渗透率超过三成 香港市民其实都很精明的 他们会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公园 人流比较少一些 比方我们一些 我们叫annual pass 每年的会员 他知道上午旅客团未到 他可以来玩一会 那就走了 海洋公园明天踏入40年 面对严重亏损 管理层采取连串措施 除了由今年起 门票加价一成四外 还积极开拓亚洲地区新客园 希望三年后转亏为营 这个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呢 由当初的本地动物庄园 变身成今天亚洲区内的主题公园 海洋公园是否可以就出困局呢 有什么机动游戏或玩什么 可能是去开心的 但那种欢愉只是一阵子一刹冷 而留得下的就是一些回忆 因为这里就是我和小朋友的 相处成长点点滴滴交织出来的 美好回忆 海洋公园也是像香港的宿营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现象或人物出现 以前排隊的時候會貼著你後面 這些是以前不會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會有些唏噓 當然這個地方是屬於香港人的集計會 或者是屬於香港人的公園 多些香港人來這裡玩會比較親切 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會看到這條文章 他在想說說要的部分 他在想說的話 我會讓你在想說 那這是個文章 他的一些文章 叫他把文章 叫他去死 他媽小文章 叫我叫他